我真的說真的 我每天都有東西到 我有開箱 昨天那條影片 大家的訴求已經聽到了 要講一下拖板有沒有聲音 為什麼我不馬上試給大家看呢 不是釣你癮 不是賣關注 這些HIFO 用一段時間留言會比較好 所以開箱有開箱拍 試用有試用拍 我覺得這樣就好像有說服力 還有很多人想快點我說地盒 可以了可以了 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就看看這是什麼 咦這間是有心機的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法寶家是FIT SIZE的 你知道淘寶很多包裝 全部都是一片一片 不知道怎樣 那些發寶膠 好像收拾回來的發寶膠 這個發寶膠是FIT SIZE的 它都給我找了一片 這樣 這些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哇 好髒 頂 扣回來 剛才加分 好啊 走開 它這個不錯 沒有那些發寶膠碎飛出來 好 又加分給你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不要用芥末刀 不然芥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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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末刀就好 芥末刀就好心痛 芥末刀就好 這個是一個 膽的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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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呢 跟這個HK68的胡澤良 傾良談過 我給過這條link去看 他說 哎 性價比都算很高 因為有條片我未出的 就是那個叫做Jong那個Yamaha的盤子 其實我找了人來幫我Jong 那條片未出 他就說你玩黑膠當然是玩膽唱放的 怎麼會玩石唱放的 我就找了一個膽唱放回來 他比我想像中大和重 這樣好像沒什麼看 給大家看後面 都蠻漂亮的 沒有什麼看的意思是 我是不是應該拆開裡面給大家看 即是開完紙箱再開鐵箱 大家等一會 好 開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膽唱放呢 第一他有差不多的銷量 第二他用三支12AX7 那我就很多12AX7的 所以就可以有段時間玩了 膠腳改緩 也不用改緩 膠腳也挺不錯的 不是那些 膠腳都挺實力的 因為我還有他也不少 換配件的那個慢慢繼續做 開了這個給大家看看 因為反正我都要插蛋 我是買了一個沒有蛋的版本 跟我的人一樣 沒有什麼蛋 不是我沒有很多蛋 一箱 然後就移出來 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只要插回三支蛋 這樣就搶好了 然後這個就是開關 這個就是電瓶來的 它叫我的MM頭扭到最盡就可以了 如果扭到最盡就可以了 其實我有想過不如我 skip了它 好至於聲音就先播一下 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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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